有人覺得體育課很無趣很累人 不過如果修改一點規則 體育課也許可以很不一樣 就像是玩遊戲也培養團隊合作的能力 讓體育課不只是體育課 楊老師說的是把原本六個人一隊的排球 增加兩個特別球員 讓他們可以打落地一次的球 但規定他們不能打過往 要顛覆排球規則 讓同學們去思考怎麼打最有利 最重要的是培養他們思考的能力 問題解決的能力 然後因為一直都用團隊的方式 所以他們在這過程當中 也是學習團隊合作 學習怎麼跟別人溝通 怎麼樣禮讓別人尊重對手 因為對另類的規則不熟悉 場上的同學難免會出球 不過同學們有完全不同的學習環境 在球都很開心 因為一般體育課就只有運動 可是這樣我們開始思考 然後就是 其實這樣會比較就是容易 了解這項運動 就比之前打的都還有趣 因為像是以前體育課 老師就直接把球給我們 就直接打了 然後現在老師要給學習單 然後還有設規則 就是用一大堆遊戲來教導我們打球 王同學說的學習單 就是同學們手上用來討論 記錄的單字 透過這些討論和決議 同學們也會擬定各種策略 回到場上善用新規則 最後贏得比賽 有吧 因為像打排球的話 就是要揪球的話 彈一下然後揪 然後這樣對手 就是這樣同隊的比較容易得分 因為如果你把球揪好的話 然後可以直接殺球就比較容易得分 就事情可以改變 就原來樣貌去應對 這樣籃球然後就變成 變成玩遊戲就很好玩 轉換各種規則 讓習以為常的比賽 變成更有趣的遊戲 體育課將不只是運動而已 更可以有更靈活的教學 讓同學們有更多元的體會和收穫 六點TV 吳嘉宥 簡志祥 台北報導